我們來看一下,作答順序 我們按照這個順序 1.請自行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特別注意,它這邊有相關訊息 你要按照每一個地方都不能錯 第一個就是它一定要300 300的話是寬,250是高的一個像素 記得單位一定要是像素,你不能是什麼公分 也就是說類似像這樣一張圖 有點像是一個矩形 它的寬就是300個像素 300個像素,所謂的像素 其實白話意思是有顏色的點 也就是其實從左邊到右邊就300個點 然後從上面到下面250個點 請問一下,這張圖總像素為多少 總像素,總像素就是把它相乘就對了 所以你把300乘上250的話 乘完的結果是請問是多少 應該很簡單的數學吧 大概就是多少 75,000 所以是75,000像素 各位有沒有概念 你們現在的相機的像素是多少 一千層 所以至少一千多太小了 一般來說至少橫向大概都四千以上 縱向都是三千以上 有沒有 橫向的話四千,縱向是三千 反正就是把四千乘三千乘起來 請問多少 好啦,就是一千兩百萬像素 如果啦,有沒有 把它相乘就一千兩百萬像素 甚至你應該有聽過吧 還有什麼六千萬像素的有沒有 還有八千、九千更高的像素 像天文望遠鏡有沒有幾億像素的 那為什麼需要這麼高的像素 那到底很簡單嘛 如果你假設一張圖裡面的像素數量越多 看起來會越細還是越粗呢? 它越細緻嘛 那當然你如果畫面小的時候看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要放大 甚至是列印成一張大的海報的時候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啦 你的像素不夠 列印出來會變成怎樣? 應該有看過吧 那種馬賽克狀有沒有 簡直不能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列印越大張的圖的話 相對你要的像素也就需要越多 可是相反的喔 如果你假設只是說手機上看看的話 說真的解析度那麼高幹嘛 你也看不出來嘛 OK 所以有的時候像素不是一個絕對的 而是要看你要在哪個裝置 或者在哪一種大小的上面顯示 也就是說如果越大 你顯示的就要相對的 你的像素也越來越高 就像你家裡電視有沒有 假設你電視只有30吋好了 30吋你用HD畫質大概就夠啦 你用2K、4K感覺看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家裡的電視 假設100吋應該知道有100吋 你在賣場應該有看過那種大的電視 哇那個4K看起來就不過癮 可能要8K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畫質太細膩了 所以這個的話都有相對應的關係 OK 所以一定要有概念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先怎麼樣 先產生一張圖檔 那另外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所謂的72像素除以英寸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它這張圖 輸出到畫面的話 等於1英寸72個點 所以一樣的道理 1英寸 所以1英寸面積 1英寸寬跟高 如果所容納的像素越多的話 相對也會越細膩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那個列印的話 至少應該可能要300 dpi 就是你1英寸裡面至少要300個點 否則如果低於300個點的話 那你看起來就會有那種點狀的樣子出現了 其他的話像色彩模式是8位元的 那8位元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它的色彩是2的8次方 也就是說2的8次方 那請問2的8次方 結果數量 那個答案是多少? 2的8次方 8位元其實就是2的8次方 等於多少? 就是2乘2乘2乘8次 答案跟各位講 256 那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呢 它這張圖最多就是256種顏色 那你說256個顏色夠不夠? 其實好像有點不夠 不過其實一般不要太複雜的圖 其實還夠啦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好像我看過 有什麼所謂的16位元 還有32位元 有沒有應該看過吧 什麼位元 那實際上所謂的位元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是16位元的話 那就是2的16次方 如果2的16次方的顏色多少? 這個的話 數字一定比這個大多了 2乘2乘2乘16 甚至還有2的32次方 還有24位元 當然你這個數量越大的話 這張圖的顏色呢 也就越多 看起來越漂亮 那要底色的話呢 就白色 OK 我們先完成第一個動作 那第一個的話呢 請各位開啟那個Photoshop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找到開心檔案 OK 接下來的話呢 上面有個名稱 名稱我們叫什麼? PSD PSA PSA 然後102 我們名稱叫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有寬跟高 後面有單位 不過請各位注意喔 寬你不能直接打300 你說300 老師剛剛不是300乘多少 300乘多少 乘250 你說300乘250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忘了一件事的話 你將來出來的圖會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 300公分等於多少? 3公尺耶 那250是2.5公尺耶 不得了耶 那是大型海報耶 所以記得後面請你改個單位 改什麼? 它單位要什麼? 像素 像素跟公分差十萬八千里 所以千萬記得不要選錯 所以建議你輸入之前 先把它改成像素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像素之後 你會發現 本來是300的 突然變成8500 OK 哇 那相差多少? 差了快 快三十倍了耶 二二十幾倍 OK 所以記得啦 這個先像素 再把這個改一下 300 那這邊也把它改成250 那解析度就剛剛講的 就是一英寸有多少個像素 它要72 那沒錯 色彩模式的話呢 那就是8位元 不過你會發現 底下還有16跟32 當然你說哪一個會比較好 如果你的顏色需要比較多的話 當然你就越大的那個位元素 當然越好 不過相對的 你的檔案也越大 這是相對的 你不要說你一定要最佩 結果檔案很大 那也是OK 那背景的話它要白色 OK 其實它進階我看到 進階這個沒有特別提到 就不用 OK 按個確定 那我們就產生了這個圖了 好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還蠻小的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哇 你可以把它放大 Ctrl-加 放大 Ctrl-減 縮小 一般是把它Ctrl-加 那把它先產生一張 這個新的圖之後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記得每個地方都要做對 第二個的話呢 完成圖檔需要跟那個 這個TIF 所以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你可以從雲端上面有一個資料夾 這邊102這邊就有個TIF 或者你直接開那個 你練習檔裡面有個副檔 叫TIF 就要漲 它意思說 它其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你只要做到跟它基本上很 最好是越接近越好 分數越高 所以它這個給的成績 其實是人工越倦的 也就是會請那個專門的影像編輯老師 幫你看 OK 所以記得就是越接近 它沒有一個標準答案要怎麼 只是說它可以告訴你一個大概 比如說這個吉祥按摩大概放這個位置 但是至於這個距離多少 它就是讓你大概自己抓一下 你不要說不一樣差太多 你不能太上面也不能太 大概就超過這個位置 然後背後的這個背景也要長這樣子 它只是給你上面的顏色 下面也是白的 至於要怎麼樣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可能就是看你們要試的時間 因為試的越細的話 那表示你分數越高 那第二個OK 第三個的話 按照它題目要求來 所以第一個它說要怎麼樣呢 它說要做背景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已經建立 它說要新一個圖層 然後圖層名稱就是背景 並且利用漸層工具 做出這個效果 顏色的話這邊有三個 R就是紅色 237 G綠色27 B的話60 參考結果大概就跟剛剛那張一樣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要建立一個新圖層 叫背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新增一個新的圖層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圖層 圖層的部分的話 請你可以點旁邊一下 再點圖層 你會發現 它其實預設的圖層 就已經有產生一個 那如果說今天呢 你假設要新增一個圖層 怎麼新增圖層 請你在這個圖層的下面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這邊底下的話 有一個叫什麼 這個叫刪除 垃圾桶是刪除 前面這個 等於是右邊第二個 叫建立圖層 所以你按一下建立圖層 然後圖層的名稱要叫什麼 所以你這邊圖層 它預設是圖層1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按右鍵 可以把它編齊 或者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一般點兩下圖層1 點兩下 然後呢把它名稱叫背景 輸入方向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叫背景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是它要的 有沒有 預設本來就一個了 它上面只是說 叫你再多增加一個背景 OK 那就完成 題目要的第一個動作 OK 背景完成了 然後呢 他說要做什麼呢 填上漸層的顏色 顏色的話這邊有數字 2372760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把顏色填上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漸層的一個效果 各位有沒有找到 漸層工具按住標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標籤 有沒有那個黑黑的標籤 那裡面的話呢 它有兩個漸層的方式 一個是油漆筒 一個是漸層 那理論上就是這個漸層工具 接下來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點這個時候的話 這邊就會出現顏色對不對 所以你點這個喔 那你可以看一下右邊 會有一個顏色設定 那你就把R 輸入剛剛它給你的顏色 多少 237 然後G多少 27 B的話多少 他沒記 60 OK 所以喔 三個數字 那這個三個數字 剛好就是它要的漸層效果 那當然喔 你會發現 預設就是這邊 就是這種效果 那如果假設你要讓這個效果出現的話 要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拖拉放開就可以了 如果你假設有左到右 拖拉放開 你會發現 它效果是這樣耶 左邊到右邊 你如果恢復的話 你可以復原喔 復原的話其實是 這邊不是有個還原 感受到自己有沒有 或者退後也可以的 這邊這個把它復原一下 那如果不對對不對 你可以再自己試試看 所以喔 你當然 可以猜猜看 它的效果應該是 上面是有 下面是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 你要自己試試看 理論量應該從上到下 我試過大概是這樣 當然你至於呢 上面可能到頂 下面的話呢 可能到哪裡 你可能要試一下 我大概試過 大概差不多拉到 大概這個地方的 大概差不多 剩下 大概10%左右吧 如果呢 你這條線記得 一定要拉垂直 你不能偏喔 偏的話變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就不對了 一定要垂直的 Ctrl-Z 所以喔 我大概試過 大概從這邊 這一點往下拉 然後 如果你要讓它垂直 可以按Shift鍵 Shift鍵它就不會跑偏了 Shift按住一定是垂直的 按住 然後呢 放開大概到這裡 我大概差不多這樣 放開左鍵 然後你可以再跟什麼 剛剛的這一張圖比一下 差不多吧 這個就是差不多 這邊比較多 大概一半是比較紅 到下面好像就比較沒了嗎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我從這邊往下拉 效果會是最接近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第一個 請你先開一個新的圖層 明真給它 記得一定要換像素 第二的話就是新增一個塗層 塗層記得喔 你可以先點色板再切回來 它才會出現這個 然後呢 下方一個新塗層把它改一下顏色 並且利用漸層工具 試一下喔